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台南市政府 划定为土壤污染控制场子 跟污染管制区 然后范围是哪里 是这个红框 这红框就是我们现在占的路 然后原因只是因为它这条路 它用的地基 这里整个就近从旁边挖过来的 卤石跟卤石粉做的道路 所以它被台南市环保局公告为 污染管制区 好 这个框框 但是不要忘了 玉米田市建的是这一大片 就我们刚刚看到 在上面看到这一大片 然后买了有的地方升到五米深 这一大片 这一大片才是整的最主要的污染源 3330 那样的一个圆 它其实就是卢渣买的地方 你在上面看到稍微白白的 对 它你可能会看不太出来 像这个也大概都是 这个也是这一块有没有 你们觉得这一块怎么长不起来 所以你是不是被埋下去 挖出了 现在要挖出来了 对 现在要挖走 埋这个地方的叫做超翔公司 其实这个 后壁这个案子 它是排在雪甲之前的 他们在这里开始做 不锈钢乳搭的非法的处理跟掩埋 然后这里被抓到了 要找地方去 才联系到雪甲的郭再卿 雪甲的郭再卿 原本只是说 我租厂房 让你来站置 因为它跟 它跟那些钢铁 这个超翔公司 它跟钢铁公司有签约 它帮它处理这些炉渣 可是这里被抓了 那炉渣就要有地方去摆 所以 那个什么稻草 那个是什么 那个只是它去整地的时候 整理起来的那些植物 就原本在上面生长的 它下面就是整地了 你那边可以看到 那里颜色 你会应该看得比较出来 这里我就说长不出来 下面就有买鲁渣农地 也是农地 也是农地 这里是汉田 会愿意这样被埋喔 对 所以那时候地主也蛮特别的 地主好像是桃园 好几个人合资起来的 对对对 说说要来这里做什么 有点像养老院之类的 不知道是怎样 对可是后来是租给农民 租给农民 农民阿嬷阿嬷在种玉米 这样子 阿嬷阿嬷就不懂啊 他就是说 他不 他以为就是那些土是太干了 所以做种了没办法长 长不好 那个 我们那个不锈钢炉渣 我们就说刚才是强碱性 另外个比较 个的浓度比较高的话 它是直接伤害植物的根系 他比较不是说 我会吸收 然后吸收到玉米上面里面去 对 他是直接伤害 所以你就会看到玉米长不大 这是正常玉米 然后它的高度 其实你看超过两米 比我还要高 比我还要高 对 然后这个是正常的泥土 正常的状况长的 而且它的玉米很大 只字还没有成熟 成熟会更大 那这是我们吃的 好吃的玉米 正常是这样 因为在后壁个土田四间的地方 我们看得到那个 它有埋芦渣的地方 玉米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有的地方到这么小 然后它的 然后甚至浓度浓一点地方 就死掉了 然后它的玉米 没有这么大只 它的玉米这么小 里面 我那边还收了一个 里面只有一粒 一粒玉米 就小小 不能吃啊 不能吃啊 我当表本啊 但是有人卖出去吃吗 没有 因为那没有卖相啊 都卖不出去啊 所以它的田里面 大部分都没有收成 就因为这个事件 没有好好处理 所以才跑 才后面衍生 造就了雪甲的卢渣 哇 越氧越大 对 嗯 你们觉得很离谱吗 对啊 真的很离谱啊 它这个是我站的地方 画的这个地方 我现在站的 我现在站的位置 大概在这啊 就这里啊 这个位置啊 然后卢渣拿来做道路 反而还比较 要符合再利用 卢渣填在这里才是违法 卢渣填在这里才是违法 对 所以它公告污染是公告的 这一块 这一块 只有这一段 这一段 有铁丝网的这一段 就这一段 这是国有财产署的地 12 seconds later 它写卢渣在利用产品清除 它就不写说 这是一个污染场子 或控制场子都没有 之前这块地还要卖 然后它的来源 就是华新利法 所以他们出来 尽企业责任 就是挖回去嘛 你可以在地用啊 你挖回去就好啊 好 然后也是 绿资源 绿资源 既然是资源 你就好好用嘛 你干嘛丢在农地 它就写错字啊 明明你就是弃字啊 你就是故意丢在这里啊 是弃字不是错字 对啊 然后国产署的就说是污染场子 要控制 然后你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是污染场子 就是玩文字游戏 对啊 就你说了算啊 你说了算啊 那样这不是专制是什么 根本放到道路 那么多监视器 监视器 一堆啊 一堆啊 一二三四 叮叮叮 不管是如渣或粉画如底渣 他们在给人民看的都是这一种 他们给人民看 给记者拍 给大家看的 都是这种所谓的标准力量 但是实际上填在图里面的 是这种 是这种粉料 你看我这样轻轻用 都粉 这种的话 你车子走过之后 就整个都粉了 你看我轻轻一下 就整个粉 这种东西就 就没有品质标准 像这个 这个非常硬 这个非常硬 有没有 然后这个OK 这不OK 这个可以卖出去 所以这个没有 都走了 剩下 剩下了这个 没人要的 就倒在这 倒在余温 倒在 都是这种粉料 哦 我不敢碰那个头 因为连那边空气 闻起来都有灰渣的感觉 然后眼睛皮肤都会 有点刺刺的 所以刚刚那个 台南社大曹老师 拍完之后 马上去用清洁仪 把这个手洗干净 他旁边 他车子里面 就有放水 跟大家讲 刚刚那一片土 大家不要看说 那是一般土 重金属各测出来 3330ppm 一般土壤重金属各 标准的是250 所以差了13倍多 这个法律上 对于土地污染的防治 其实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就是不论是你是 把这个污染物 放进去的公司 你是地主 甚至你是不知情 买下来的后手的地主 你在法律上 就是有负清除的责任 像我有个客户 他就在工业区 买了一块土地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个土地就被前手 放了很多的这个 爐渣 不是爐渣 他是到那个废疫 所以说这个土地 就是被毒害了 那结果那是政府 对我们这个不知情的买主 他给他罚款 然后他不准他盖新的厂房 就是在土地完全清除之间 不能盖新的厂房 那后来呢 因为那个爐渣 就像刚刚您讲的嘛 那个清除的费用 事实上是大到天文数字 不是一般公司可以负担 所以我那个客户呢 后来就把有一块 就他一大块吧 然后有一部分是没有 没有这个被污染的 他把它处理分割 然后说那你总该同意 我现在这个 没有污染 就才让我盖 因为我买了工业区不盖 那损失 对 就政府还是不准 所以就看得出来说 政府对于这个很硬 所以非常强硬的 而且我觉得这强硬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对于土地的污染 这不是土地的问题 那有地下水的问题 有作物的问题 然后有甚至 你到那边去玩 还有食物烈的问题 那个是非常大问题 跟那个玉米能吃吗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严格的管理是对的 那至于 什么城市 屏东 我那个客户在屏东 屏东也是卢渣天堂 对 至于说台南的 在这么严格的法律之下 台南的卢渣 为什么 没有法 到现在都不法 那一定不是卢渣 那一定是爱台湾的土壤 那一定不是卢渣 所以你这个报道现在不对 是我不爱台湾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 还想管制网络 钳制言论 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 台湾绝对不能 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份力量 字幕提供,这个营兰 字幕提供,这个营兰 作词,这个营兰 一直在请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